大家好,我是大鸣 这一期呢,大鸣来到了月秀区的北京路这边 从公园前的第一出口出来之后呢 在不远处的光明广场就有一家今天我要打卡的店 在北京路附近呢,有好一些这样的铜像雕塑 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特意拍下来跟大家分享 在光明广场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入点机广告 在疫情的影响下,很多玩意比较繁华的商圈 都显得有点萧条 加上雨天,营就更加的少 往那边盖过去呢,吃大福食 在光明广场里面呢,也有好一些餐饮 像鱼桃米线,鹿顶鸡,好成绩顺和火锅的 现在呢,在广州,无论你去到哪里的商场 都要求测体温和量行程卡 这边的餐饮呢,看起来还蛮多的 看起来各式各样的美食都有 今天我要打卡探店的呢,就是这一家穷生四海 这家店呢,是专门做佛跳墙,花椒机和食锅式的 在四楼,而且呢,有电梯池塘 精彩资料,八小时的慢火熬制 电梯上来之后呢,摆几个弯就到了 从外面看起来呢,店铺的装修还是蛮有自制的特色的 在门口的左边这里呢,摆放了一些套餐的海报 有喜锅,有食锅的包生吃露,还有花椒机 和一些鸡包出品 而今天我要过来消费的呢,就是这一份传统的金刀花椒机套餐 这个店铺的环境呢,装修的还算有自制的特色 但是呢,空间不大,位置也不算多 不过坐着还蛮舒服的 因为来得比较早,所以啊,现在也还都没有什么人 墙下呢,则是一些怀旧的壁画 咱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家的餐牌吧 本店承诺,精选货源,足料无添加,无味精,不隔夜 食材呢,主要是鲍鱼海参,鱼吃花椒的 石锅净汤大牌刺,39块钱以为 这一道呢,是他们家的招牌 因为食材呢,这些出品看起来价格也不算贵 石锅双圆佛跳墙呢,168块钱就有一包了 像包生吃露等一些传统的食材呢,都会有 单纯餐牌上面看起来呢,觉得还蛮肉人的 就是不知道出品到底如何了 他们这里选用的是120天的三年生用鸡 这里的鲍鱼鱼翅鸡包的话,只需要138块钱 而鲍鱼大虾鸡包呢,只需要128 龙汤鸡包吃的话,198 竹松佛跳墙的话,就198 另外可以自己加料 包吃鱼翅花椒捞饭的话,特价值需要12块钱以为 因为来的比较早,没什么人,所以很快就可以出餐了 买的是双人倒餐,主要有这些东西 这个呢,是他们家自己调的酱料 看起来呢,好像有洋葱和酱油 另外还有小米辣,柑橘和杂蒜 汤底呢,是先熬制好的 剪开锅之后呢,闻起来真的很香 据老板说呢,他们家的汤底呢,是用了18种食材熬制的 闻着很香,看起来汤底也比较浓郁 这一份呢,花椒双拼,主要是桶椒和盲鱼椒 黄色的是桶椒,而白色的是盲鱼椒 半只生油鸡,看起来食材还蛮新鲜的 听老板说呢,他们家的生油鸡呢,是选了养足120天的 另外还配了青菜和所供墨鱼椒 把食材呢,加进事先熬制好的汤底里面 等汤煮开了,大概等5分钟呢,就可以吃了 花椒呢,是比较容易腻口的,搭配调的酱料 口感和味道呢,都会更加的好 等了一会,煮好之后呢,揭开锅 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气 这浓郁的香气呢,是各种食材复合的味道 汤底里面也加了胡萝卜和玉米 广州这几天呢,莫名其妙的又降温 这天气呢,吃一下这种火锅,其实还蛮适合的 至于食材方面呢,鸡吃得出来是选用的好鸡 老实说,生油鸡呢,我第一次听 这种鸡的味道比较相同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比较嫩滑 而至于花椒呢,这个价位肯定不会给你特别好的花椒 不过呢,在这里做了几年的店铺,也不会给你一些叉的 据老板说,他们家的汤底呢,是熬煮了8小时的 看起来比较浓郁 而喝起来的口感呢,则比较顺滑 至于味道方面呢,我说不出有哪种味道会比较突出 喝得出来是各种食材复合的一种味道 花椒吃进嘴里,口感绵柔嫩滑 稍微有点脆口,而且呢,也会有点黏牙 这花椒应该是事先泡发好的 所以不需要煮太久就可以吃了 非常能肯定的是鸡选用的是好鸡 吃得出来的是鸡味香浓 鸡都是当天现杀的 吃得出来鸡很新鲜 而且鸡肉口感滑嫩之余,还会略带一点嚼劲 口感不老也不柴 这个是手工鱼皮脚 稍微煮一会就可以吃了 因为煮久之后呢,口感肯定就不好 里面的馅料应该是有加了猪油渣的 吃起来很香 鱼脚皮口感弹牙,略带一点艳静 饭点的时候呢,也来了不少鱼 旁边桌的阿姨和大叔 则点了他们家的石锅吃和佛跳桥 目前在广州呢,一共有两家店 分别在光明广场和同乐会 总的来说出品不错的一家店实在够新鲜 想着质朴一下的朋友们不妨过来试一下 我是大兵